美国军事专家近日关注中国的造舰能力 并表示中国的造舰能力已远超美国数倍不止 现如今的美国只能望尘莫迹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 我是虎妞 美专家瓦斯尔在海军杂志上访问称 中国海军的造舰潮仍旧持续 根据开源情报信息显示 目前仅在中国的大连造船厂的一个船屋内 一次性就有五艘新建造的052DL大区 这些新建的大区不同程度地处于分段建造 或是合拢建造的状态中 这样的盛况在二战后倒是第一次见 一次性在一个船屋建造五艘大区 这一场景只能在二战期间美国的船屋中可以见到 当然除了大连造船厂 其他大型的造船厂也是卯足了劲开始下饺子 江南造船厂两艘052D已经进入分段和龙阶段 目前还不确定其他的052DL是不是也在船屋进行建造 在互东中华黄浦文冲船屋里 新建造的四艘054A护卫舰也进入了船屋总装阶段 054A的后继护卫舰054B首舰也已经开工建造了 而解放军也开始进行大型的水面舰艇建造工作了 互东中华的两艘071型船屋登陆舰也在建造当中 因此仅现在在中国各大造船厂 有机可循正在建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 包括7艘052DL大驱 4艘054A护卫舰 1艘054B护卫舰 2艘071级船屋登陆舰 这些舰艇的总船位加起来超过了12万吨 这个造舰速度堪称超饱和 中国海军发展的速度出人意料 基本上是年年造新舰 年年下饺子 美专家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专实了其实世界上最大规模海军的地位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 中国海军已经在规模上超过了美国 并且发展速度仍然非常直快 一年可建造10艘大型驱逐舰 当前可以确定的是 解放军海军目前已经服役了25艘052D 预计将建造并且服役40艘左右的052D系列驱逐舰 一系列先进的水面战舰 将极大的加强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的抗衡能力 但是美国海军在舰艇整体质量上拥有绝对优势 然而令人感到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中国这边正在扩建海军并且积极下饺子 美国海军这边反倒开始大规模退役舰艇了 美国海军已经发表了2023年退役舰艇的清单 一次性打算退役39艘舰艇 包括五艘提康德陆加级巡洋舰 九艘LCS 两艘核潜艇 船坞登陆舰等水面舰艇 这些先进的作战舰艇吨位超过10万吨 一下子让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减少2.8% 这还是一年的退役量级 以美国目前的造船业和相对有限的行费 不足以在足够的时间内 只使本国建造足够的舰艇 代替被退役的老舰 那么这将导致美国海军的整体规模 呈现的是萎缩状态 而且现在美国海军正在面临危机 最大的问题就是上世纪冷战结束前后时期 建造的大批量驱逐舰 巡洋舰等水面舰艇 面临舰艇寿命到期的问题 有点俄罗斯海军的味儿了 故障率较高 导致战备率不足 延寿改装将花费大量的资金 和长期的维护费用 美国海军自然是吃不消的 因此美海军也正在谋求 陆续退役大批量冷战末期建造的老舰 但是在那个时代建造的舰艇 超过美国海军舰艇总数的33% 因此大量的军舰的退役 将使美国海军的总体实力 在短时间内快速的萎缩 中国海军则正好相反 新舰都是2010年开始建造的 目前这一数量正在飞速地增加 预计到2030年 解放军将拥有5艘航母 8艘两极攻击舰 和60艘新锐的大型先进驱逐舰 这个实力足以匹敌舰艇 退役朝之后的美国海军 而且美国海军全球部署 这一来分散美海军面对中国 将处于历史之中 但是以现在的情况看 美国海军造船业和实体的衰落 加上美国海军大量老旧装备 新核潜艇 航母的预算 以及人员支出费用 美国海军已经无力 在像此前那样快速扩张海上力量了 照这个趋势看 美国海军被中国海军超越 是迟早的事情 可悲的是 在一系列的因素影响下 这一事实实际上是不可逆的 美国海军已经走过了巅峰状态 现在就是走下坡路的时候了